之前台气联才推出返乡专案机票 引起热议 现在台气联内部又出现一则简讯 台气联内部群组有常务副会长 发文要求台商小儿捐款给国民党 为了辨识还要求尾数要加上200元 我觉得民进党已经紧张到 或者是已经疯狂到 无所不用其极 每天都搞任何的手段 放假消息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都是民进党放的假消息 不过记者实际致电台气联会长李正宏 证实群组内却有此事 不过也强调该讯息是当事个人想法 并非组织要求 驳斥中共戒选 绿为解读台商无奈心声 而实际查询111年监察院建制现金平台 有四千多笔对于国民党捐款 尾数200的捐款记录确实不多 因此检视中尾数200元要求相当具有识别性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有没有回来投票 有没有捐赠这样的一个政治现金 这个都是中共一眼在顶修后算账 或者是处在这种不确定的一个阴霾之下 还是最大的一个恐惧 台商赴中国发展为求生存 除了市场竞争力 恐怕还得考量共产党压力 中国政府借选动起来 里长台商一个不放国 三逊全军界后采用台背什么的